各位同学大家好 现在要进行的是统计学系列课程 历届考题赏息 那么我们这个单元我们介绍 两个母体变异数的比较 这个考题是高雄科技大学金融系的考题 题目是这样的 有两个常态的母体 XY 这是XY 那么现在我们随机就抽样 这个资料在这个地方 样本数一个各自为一个10一个20 平均数算出来了 再过来是样本的标准差也给我们了 那么现在题目要求的是 在显著水准0.01的前提之下 他要我们检定母体X的变异数 是不是母体Y变异数的三倍 那么这个题目其实并不常见 就是要我们检定变异数是不是他的三倍 其实一样的 我们一般来说都是检定相不相等 那么他既然要我们写三倍 那么我们就照做三倍就好了 那怎么做呢 首先当然是建立一个虚无假设 他说X是不是他的三倍 那么我们就直接写X的是他的什么 三倍 这样就好了 那题目的对立假设 那就是不是他的三倍 就这样写就可以了 好那现在我们来看资料 资料在哪里呢 我们要看的是标准差 变异数的话就要看标准差了 好F值是多少 我们所见到的F值是SY的平方 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建立的是什么 建立的是他的比 这个地方当然就要三倍 因为这边本来的话呢 是要SIGMA 这也是SIGMAY跟SIGMAX的 都已经抵消掉了 来我们算一下这是几 SX的平方 这边是0.4的平方 那这个呢 三倍的0.3的平方 那算一下 来计算机按一下 0.4 0.3 这是0.5926 这是我们算出来的值 它到底显不显著呢 这就要看表了 来我们来看看表 现在这个表 F分配 题目要求我们是0.01 所以这边是0.005 那现在这个是0.005 我们就查0.005的表 这个地方 它的样本数 这边是10 那这边是20 所以我们要查的是 自由度是 9 19 来 这边是 F 0.005 这边是 9 19 9 19 这边是4.04 那这个值呢 这个值是0.005 0.095 然后 99 可是我们这边 我们当然 没办法这样算 我们就算的是什么 0.005 那这边是 0.005 颠倒一下 19 9 那么这个值是多少 19 9 这边的值是 5.864 那算一下好了 5.864 来我们这边 这边一到这边来算 1除以 5.864 来计算机按一下 这边是0.17 0.17 0.17 现在我们这边的位置是在哪里 0.5926 是落在我们的白色的区域 也就是我们的接受域 所以我们可以得到什么结论 接受H0 就是无法拒绝H0 也就是说 这个母体X的变异数 是不是母体Y变异数的三倍呢 这个的命题 我们无法拒绝 也就是说 接不接受呢 接受 我们事实上没有办法拒绝 母体X的变异数是 母体Y变异数的三倍